台湾在这场对抗新冠肺炎的战争当中 我们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的防疫成绩 当全世界的经济活动都因此受到重创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我们还能够维持正成长 台北股市甚至还一度冲上了16000点的历史新高 就算从来不碰股票的人也一定知道 股民现在都在分享台积电 那么应该说全世界都在分享台积电它的晶片 这当然是台湾人的骄傲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告诉您 张忠谋他和台积电的故事 张忠谋曾经说过 假如没有台积电的话 那么智慧型手机不会那么早出现 是台积电改变在这个地球上面 几十亿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当年如果没有孙云轩 如果没有李国鼎的邀请 张忠谋他也不会来到台湾 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了 而事实上张忠谋他在54岁之前 他是从来没有到过台湾的 1931年他是出生在浙江 他在美国哈佛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到了硕士 而最后在史丹佛大学 他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他进入职场之后 张忠谋也一路的爬升 在41岁那一年他已经是德意内部 第三号的人物了 而他也是华人 在美国职位最高的专业经理人 这样的一个外商主管 他为什么会愿意放下光环 来到了人身地不熟的台湾 而创立这一家 一刚开始完全不被看好的台积电呢 这背后有一段行政院长孙允选 三顾茅庐的故事 1974年2月7号 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 三个甜品 一个烧饼 两个豆浆 烧油半套给我一套内用 这天早上 在台北市南洋街 这家不起眼的小新星豆浆店 里头灌溉云集 破坏台湾科技未来的重量级人物 都到齐了 就孙允选部长 跟他的秘书费华 还有这个旅美回来的一个学人 叫做潘文渊 他们三个人在早餐店 理讲的小新星的早餐店 喝豆浆 在这个持油条的过程里面 他们竟然把台湾未来的产业升级 已经步化到科技 那科技这个部分 他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就是所谓科技之目 半导体 就是坦白讲 以那时候台湾的官员来讲 对半导体还是一致败借 一口烧饼一口半导体 这就是当年台湾的技术灌粮 连吃个早餐都在拼经济 这一场早餐汇报 决定了台湾科技未来的方向 那1974年那一年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不是产业 是非常凄惨的产 是产业 所以德州仪器 他希望把台湾的厂整个收掉 那要之前的差不多三百个人 在那个年代 因为你来设厂的时候 是经过特许 所以你要撤资 你要官场 你要裁员 当然也要跟官员报告一下 所以德州仪器 就派张忠谋到台湾来 这是张忠谋生平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 也是他和当年担任经济部长的孙韵璇 两人第一次的见面 然后他去找孙韵璇报告的时候 张忠谋本来想说 他去找他报告 大家应该不会很开心这样子 因为你想说 我跟你讲是坏消息嘛 因为台湾要给我裁几个员工啊 有多少人会失业啊 正常的经济部长 一定大概都是眉头皱起来的 但张忠谋很讶意的是 孙韵璇不但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 而且孙韵璇反过来 一直在问他跟半导体有关的事情 我们想把我们的国家 在七十年代以内 我们走向 已经开发国家指令 这个关键因素很多 可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靠我们全国向下的科技的发展 孙韵璇的反应出乎张忠谋意料之外 相较于采源 这位经济部长更关心的是 台湾的未来 张忠谋的名字 就一直放在孙韵璇的心上 1981年 孙韵璇接任行政院长 他立刻请李国鼎 打通电话邀请张忠谋回台湾 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两个人见了三次面 那孙院长说 那我给你三个工作的机会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来当公园院的院长 第二个你来当我的顾问 行政院的科技顾问 第三个张忠谋说我忘了 反正喔 反正我第二个我就没兴趣 所以第三个我也就忘了 就是在最后一次 在行政院面对这个 孙前部院长的时候 那院长有当面的跟这个 张忠谋讲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那张忠谋说 你真的知道我薪水多少吗 你大概很难想象的是 他们当时谈到了 张忠谋的新姿态 那你会觉得孙允权也好 李国鼎也好 都告诉张忠谋说 你想要多少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那张忠谋当时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是一不可自信 第二个他就回问了孙允权说 这个您真的知道 我的薪水结构怎么算的吗 当年张忠谋在德意 已经是第三号人物了 在他下面有四万名员工 他的收入是本薪 加上红利 还有股票选择权 其中股票选择权 才是他薪水里头 最可观的部分 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 张忠谋后来说 这个记者就问他 就说那时候李国鼎 跟孙允权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张忠谋就大笑三声 意思就是他们可能 就不正面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李国鼎当时也知道 就是说张忠谋要了 他们很难满足 张忠谋虽然因为待遇 挽拒了台湾政府的邀请 不过孙允权并没有放弃张忠谋 但是我觉得孙允权先生 之后他当行的院长 他对于台湾的经济的结构 改变有他 必须要肩负一个责任 所以他有觉得有 必须把张忠谋先生 从美国请回到台湾来 所以孙允权院长 他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他只是为了一个人才 求财若可 他甚至可以跟当时的一个 蒋经国总统报告 然后修改了整个国内的 薪资的结构 甚至特别还开了一个小门 这个小门也好 巧门也好 就是为了台湾的产业升级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能够真正请到 重量级的张忠谋先生 回来台湾当公园院的院长 当年身为的 做仪器员工的张忠谋 也在等他的财富自由 他在等他的股票选择权实践 实践可以兑换成 现金 对话成现金之后 这一些我们说他的股票选择权 或者是换成现金的利息 足以支付张忠谋的生活 所有开需 让他可以开心地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台湾的政府又派人再去跟他谈 就他其实是在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才选择回到台湾来 就甚至那个年纪是 搞不好在台湾很多人那时候是退休的 所以他是以退休回台湾 然后反而建立了台湾的一个 晶圆代工的网络 好当年张忠谋在美国得意工作 他已经是第三号的人物了 后来在通用仪器也做到了CEO 他不管是走到哪一家大企业 碰到的都是大人物 他都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 备受礼遇和尊敬 可是当他来到了台湾 当他创立了台积电 有人对他的态度改变了 因为张忠谋 他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级公司的主管了 他只是一个想要在落后地区开公司的人 所以当张忠谋他决定来到台湾 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他给自己的使命就是 我要创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否则我何必走这一招呢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张忠谋他放下了过去的光环还有身段 他亲自写了十几封的信 给这些美瑞大厂 邀约他们来投资 结果都吃了闭门羹 好不容易有一家菲利浦愿意投资 但是客户呢当年哪有什么晶圆代工的概念 这是张忠谋他自己想出来的商业模式 但是人家自己做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把晶圆这块拉出来单独给你做呢 万一你把我的技术泄露出去怎么办呢 张忠谋他究竟要如何消除客户的这层疑虑呢 贝多芬率先把人声合唱带入交响乐之中 在乐坛那个时候是创举 这个与台积公司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 首创制造服务 以及不断追求创新的核心价值 也十分相合 台积电在创立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利 因为它是一家新公司 而且它创立了这个所谓晶圆代工的模式 一开始国际上是搞不懂的 所以一开始订单非常的少 再加上198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景气是其实往下走的 所以那时候的整个全球半导体产值 它是呈现一个负成长 即便到最后1987年慢慢的起来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整个市场是不利于台积电的发展 在最不利的时间点 张庄模卸下了工研院院长职务 担任台积电董事长 但坦白说 国际大厂没人看好它 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半导体 只知道它就像唱片一样 黑黑一片 鱼鱼 里面没材料 所以没人知道什么是半导体 而且它的工厂是租的 地是政府的 这个工厂 那如果它万一没生意的话 那不就倒掉了吗 那这种公司怎么可以投资呢 张庄模自己要摸出另外一条路 他很清楚 半导体如果在台湾自己卖自己 肯定是死路一条 许多要创业的人 他们会设计IC 他们并不想制造IC 那他们需要我们台积电 来替他们制造 张庄模锁定了英特尔 因为他知道只要打进了英特尔 就等于打进了全世界 但台湾凭哪一点 可以打进英特尔 那台湾的又是在什么地方 台湾又是在于我们的人才 我们人才在跟日本的职人精神是很像的 他可以把一件事情把它做到非常的好 良率把它做到非常的高 那我们有非常高的人力素质 所以张庄模董事长 看准了这样一个趋势 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叫做金人代工 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刚刚讲过了 赚钱模式 大家说代工代工 就当他说吧 我们就拿了钱一直笑到银行去 张庄模对自己独家研发出来的商业模式很有信心 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 谁要让你代工呢 当时的市场你去想一件事 就是英特尔这些大家伙 IBM这些大家伙 他都有能力自己做经验 那你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 不知道哪里来的公司 顶多就是你的创办人 Morris张我认识而已 然后这个公司你突然告诉我说 你IBM做的晶片 其实我也做得出来 我当你的供应商好不好 你是IBM你大马觉得 一不可思议嘛 第二个你突然跳出来跟我说 我不知道你良率好不好嘛 第三个我已经养了一批人 专门在做晶元的 如果我都委托给你 你是叫我这批人裁掉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 做晶元代工最难的是 你怎么让当时的电子大咖们 他相信说你做代工 技术能力够高 然后你保密能力够好 你不会把我的秘密泄漏出去 这个很难 说白了 晶元代工要过的就是诚信这一关 张忠模努力说服这些大厂 台积电只做代工 只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不跟大家做品牌竞争 请放心把技术交给台积电 他透过私人交情的关系 找来了Intel的执行长 叫做Groft 就是我们后来很有名的格洛夫 来针对台积电的产品 进行所谓认证 这个认证动作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等于说Intel来替台积电 来做背书 因为有Intel这样一个大客户 来做背书 所以让台积电在国际间的声明大招 也因为这样子开启了 再加上说之后的这个景气 开始翻转往上 所以它的订单就慢慢地变多 所以才让台积能够非常顺利的 挺过这一波的所谓 创立初期的披荆斩履的不顺 然后之后的成长之路就越来越顺顺 现在没什么压力了 练习桥牌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 以前比较打得多 很多科技大佬都喜欢打桥牌 因为桥牌可以训练思考 磨练抗压 在牌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郭哲宏是张忠谋的老牌家了 他说张忠谋只要上了牌桌 不管是比赛还是玩玩 态度都是一贯的专注 太严肃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严肃 而且非常的专注 所以有时候不太能开玩笑 对啊 你开玩笑他有时候会生气的 你拦着看他笑一笑 很少很少 打完牌他很认证 当时我跟他比较有在打牌的时候 打完牌都要叫我跟他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就一牌一牌一牌讨论一下 这一牌打得好不好 这一牌我也没有地方 没有弄对啊 打桥牌不苟言笑 张忠谋他特别享受高手过招 因为欲强则强 每个决定都是关键的决定 其实半大体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管理 第二个就是财务的一个管控 到十二寸金元 我记得刚第一次台积电 建十二寸金元的时候 那投资的金额是新台币三千亿 那你想想看对一家公司来讲 三千亿那时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那你下这个决定下去 能不能成功除了靠你原来的布画以外 计划规划以外 还是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那很不幸的在2007年的时候 张忠谋他也77岁的高龄退休了 蔡总经理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今年上半年的景气不是很好 但是下半年我们会有很好的业绩 我们大家鼓掌给蔡总执行长鼓励一下了 退休之后刚好遇到了2008年的 全世界的金额海啸 那台积电也很难兴奋的 那一年交出来的成绩单非常的长 那一年的第一季交出来的成绩单 盈雨竟然衰退95% 台湾起床